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个人觉得台湾议题会是一个 他们一定是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在这次20大上面 那你个人是怎么看 你觉得这次20大之后 中共对台湾的政策会有所改变吗 我觉得它政策不会改变 大陆对台湾的政策 中共中央对台湾政策是很清晰的 一条线一直过来的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对他还是追求国家的和平统一 我觉得把中共看成军备发展这么快 是为了跟台湾干一仗 是很错误的说法 其实我刚才说的是最高明的 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战略 就是我有这个能力 但是我都不需要用 现在线上包括国内有些学者也经常说 国家统一有好几个模式 就像内战一些的模式 有一个模式就是围困长春的模式 我就把长春封锁你几个月 你里面粮食都没有了 这是一种模式 另外一种是北平模式 对吧 当然还有天津模式 对不对 就是说看怎么个做法 现在问题是这样子 很多外国人不清楚 外国人不清楚 包括很多普通美国人不清楚 你们中国大陆 你中国为什么要去欺负台湾呢 他搞不清楚中国的内政问题 内战的遗留问题 他总觉得好像台湾的地位 也是跟日本一样 跟新加坡一样 这是民进党当局在海外 在国外经常宣传的一个结果 我们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跟他没有关系 所以说我觉得和平的方式 解决对台湾问题 对台湾老百姓是最有利的当然 但如果说万一走到武力武统的话 我觉得中共它是会有万全的把握 只针对军事设施 只针对台湾的指挥系统 只针对台湾的比如说一些武器库 那老百姓不会有 我相信 但是我觉得这次二十大之后 我个人判断 因为反正就下个月到时候看 但是我现在判断 我觉得中共它的大方针 当然不会改变 和平同意一国两制 这个就好像奥秘陀佛一样 怎么可以改 哈雷路亚 不会改的 好 不会改 但是力道会改变 就是说它会逼你谈判的这个力道 就是说逼你和谈 逼台湾当局和谈的这个力道会加强 而且加的很强 所以它虽然方针不改变 但是它的手段可能会更强硬 之后可能力道会更加强 所以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说台湾在二十大之后 会更必须你要去面对 跟对岸去政治谈判的问题 你如果仍然不去面对 这个政治谈判的这件事 那你就是逼的 就是可能要用武力解决的这样 所以我觉得啦 下一届 2024不管是谁啊 蓝绿白谁当选 都要面对这个政治谈判的这个问题了 那这就是我的看法啦 我是这样觉得 所以虽然大方针不会改变 但是力道会改变 而且改变得很大 对我同意 另外是这样子 就你刚刚用那个词 叫逼大陆的逼台湾到谈判桌上来 我想这样说台湾也可以逼大陆 逼大陆 比如说你可以逼大陆的谈 对吧 因为大陆逼台湾到谈判桌上来 这属于中国国内的事务的问题 那台湾也可以逼大陆 怎么逼 比如说你也听你的调查 你不能说我不跟你谈 你也不能逼我跟你谈 那就错误了 除非台湾现在已经正式宣布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那如果大陆要逼你来谈这个什么统一问题 那简直是天方夜谈 对吧 因为你现在法统上法理上你还是中国的一部分嘛 所以他可以要求你逼你来谈国家统一 你也可以逼他来谈国家统一嘛 或者你要逼他谈独立也行嘛 你逼他一起谈嘛 你不能说我就不跟你谈 你不跟他谈 你如果不谈 那他就不会放弃 非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国家统一的问题 OK 你的意思说站在我们台湾这边 其实我们是一只 我们没有我们的方案谈丢出来嘛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统一方案丢出来 哪怕是中华民国统一 对不对 你也要丢出来 对 或者是说 当然太好笑了 但是说两岸统一 共谈国号 当然这个就是 可能对岸就是神经病什么 但是它是一个球嘛 你也没丢出来 国号问题 国号问题 以前邓小平就说过 所有问题都可以谈 对对对 包括国号国旗什么 台湾这边他没有 没有丢出来这个球嘛 那对岸他当然就是他丢他的 我们只是说不要不要不要 我觉得我们 对我们这边应该要丢一个球出来 应该要丢 那就是你的问题嘛 你不能说你不谈 人家也不跟你谈 对对对 不能说你不要大陆江山 人家也要放弃台湾 这块中国的地方 那是不可能的嘛 对对 民政党这个方面 民政党当局台独势力 是非常的压榜 对对吧 你如果说我不要大陆江山 那行 那你也得去跟大陆谈 对吧 我不要你的大陆江山 那你能给我什么 你去谈呢 那大陆肯定会说 那你可以不要大陆江山 但不等于说 我就要交换 让你去独立 那是不可能的 对吧 这个问题是这样 你刚才讲到那个二十大习近平 他可能台湾 每次的党代会 都是个重大内政外交 这个政策 那个宣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很重要的机会 那是肯定的 所以我觉得台湾 大陆对台湾的政策 其实前段时间的 那个第四级的对台湾国 那个白皮书 就基本上暗示了 这个二十大可能会是什么情况 对 这个台湾方面 台湾方面 对 我就说这个大陆的二十大的对台政策 应该不会有大变 因为这个第四次的对台 那个白皮书 已经说了很清楚了 你如果说对照这一次的白皮书 跟你以前的白皮书 还是有区别的 对吧 就是说我还是坚持和平统一 还是坚持一国两制 但是在有些具体的事务安排上 以前比如说以前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可以允许台湾有自己的军队 对 现在不行 以前是有这样 现在就有变化了 对不对 对吧 所以说肯定会有些调整 会加大这个力度 来从各方面迫使台湾当局 来谈这个问题 那是肯定的 好 了解了解了解 好 那你觉得 你怎么看2027年以前 这个两岸局势发展 有没有可能2027 以前就解决台湾问题 习近平这边 这个 这个很多人谈到这问题 其实我觉得 这个习近平呢 那个 这个做了两任 如果说阿斯塔他要做第三任的话 嗯 他做前两任呢 他当然了 那个比如说他在执政的时候 中国大陆脱贫 对吧 攻坚 非常的成功 甚至得到联合国的承认 中国大陆 就是全世界啊 这个联合国啊 有个脱贫计划 嗯 在全世界要脱贫 在全世界脱贫的人口的70% 都来自中国大陆 就中国贡献了这么大的 那个脱贫的这个成效 嗯 但是我们话说回来 对于习近平来说 这个脱贫啊 中国大陆经济的那个 到现在这个程度 不完全是他一个人的供饶 嗯 对吧 有当然有离不开邓小平 有江泽民的打的铺垫 当然还有那个 胡锦涛时候的那个高速的发展 对吧 那当然在他习近平的领导下 这个 就是滚雪球样的那个 进一步的发展 那科技啊军事啊实力都上去了 但是第三任的时候 习近平要有个建树 嗯 这个名流轻史 嗯 嗯 在哪方面能做到 估计在台湾方面 两岸国家统一啊 可能是另外一个 他可能追求的这样的目标 但不见得一定是武力统一了 嗯 对吧 可以说是他 想完成的一个 这个 嗯 这个任务 不能排除 嗯 所以非常有可能啊 他有这个使命在 所以2027 你觉得他很有可能啊 有可能 那你说有可能啊 嗯 我觉得有可能 好 那那个 那个 呃 Peter 你等一下会 我等一下要接call in 你等一下会留在那个麦上 跟那个网友来 回答网友的问题啊 所以那个等一下那个 Peter教授会 在那个线上 跟我们一起 回答网友的问题 那那个线上网友 你们可以带call in 等候区啊 call in等候区来 然后等一下可以问Peter Peter教授 在线上等你们哦 好 OK 好 来 那我们等下来接网友的call in 好